是呀,好香啊 哇,真的煮一聲,很開心 吃,吃,正 這個湯真的超濃超甜 有點像拉麵店那些雞白湯的味道 響靈大道,在吃皮 是不是馬上炸的? 是熱的 Hello,我現在在曼谷的機場準備回香港 所以就想拍個vlog 其實兩三個月前,都回過香港一次,都拍了vlog 但是呢,太忙,沒有剪到 想剪的時候,發現那些三天是冬天 還有一些港的東西,去的地方 好像已經過了很久,都不想再剪 所以就沒有出道街了 希望這段影片可以出道街 帶大家去一下我喜歡的香港地方 而為什麼我今天在曼谷出現呢? 因為我今早就在青麥飛過來 今天有些特別的事項 一陣子告訴大家,Go 開場的時候說了一個特別的事項 那這次專程在曼谷回香港 是因為得到香港航空的邀請 可以一常坐雙無客位的滋味 其實這次呢,還是我人生當中第一次坐business class 所以整個體驗都很新奇 非常之期待 很舒適 很舒適 很快樂的位置 可以坐在飛機上 可以放著腳 摁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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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摁 然後摁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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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坐Business Class的感覺是很爽的 像我這樣,又拍攝又要拍照 喊前喊後以後都不會打擾到其他人 也不會覺得尷尬 一個全私人的空間,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差點連起飛都沒有為意 轉過頭就有飛機餐食了 去到我最期待的飛機餐範節 就點了黑松露醬焗海鮮 三文魚出奇地焗得剛剛好 還保持著魚肉的嫩滑,一點都不乾 醬汁也很好吃 加上蝦、薯仔和黑豆,我全部都吃光 另外發現了一個很可愛的調味瓶 它是蝦餃和燒賣的造型 很小粒,很有香港特色 我自己很喜歡這種特別的小細節 而作為一個麵包烘,我不會浪費任何一個麵包 額外叫了空中服務員,再翻熱了一個牛角包 剛剛出爐真的很好吃 外脆內軟,牛油味好香好濃 我覺得比很多排隊的名店還好吃 真心非常滿足 最後就攤著喝香檳和享受我的me time 那一刻真的覺得回不了頭 看看當日的票價做個參考 香港來回曼谷的商務票價是4000多港元 我覺得作為一個入門級去體驗一下 這個性價比是相當高,值得一次的 今次回香港比上次時間是充裕一些 所以決定拍一個地區的美食特輯 這個地區選擇了太子區 因為我的糧家,即是我從小到大生活的地方是在太子 現在他們都是住在太子區的 如果說到這個區,可能大家會想起糧皮、餃子 很多美食,但我的選擇會選擇一些小種 但都是我自己的心水推介 第一間介紹會請出一個太子酒食美食專家 即是我妹妹,因為她也是很多年在這裏生活的 就選擇了她自己第一位的選擇 第一位的推介 就是一間咖啡店,我們現在出發 太子美食專員出動 1號和2號 由於今天是一個公眾假期 所以這個時間都有人等位 我們來到12點多鐘 平時應該是沒有人的 但紅日要等三四張桌子才入座 而且我覺得現在很熱 我覺得香港比泰國還熱 很焗、很濕 我首先訪問一下這個太子美食專員 你已經試了整個菜單,是有甚麼推介 我們已經試了幾次 很香 它很香 它的質感很好 你已經感覺到你很想吃 我的造型也很大 要拍一下它們的樣子 它們的樣子都很餵食 剛才 雪糕、香蕉 不如你再說一下這個 這個你叫給我的 通常我都是叫咖啡 這個是菠蘿特飲 有咖啡 原來是咖啡 因為我在泰國來 所以要叫這一杯 其實真的挺配合泰國 因為泰國常常喝橙啡 就是果汁的咖啡類 所以這個也挺適合 等一下 先對比一下 我是喝熱夜的 我喝熱夜的 熱夜中旅 泰國中旅 泰國中旅飲動的 我覺得這個不錯 因為不是很甜 又適合中旅 不是太甜 這個也是有名的 Cream Peas蒜蓉包 對 很難以為是Cream Peas 我很喜歡 蒜蓉的臉真的很脆 而且我覺得拿叉也會被捏扁 如果用手拆出來就看到質感 很軟 很難熟 很難熟 這個香蕉是燒到焦糖焦香了 還有三款的醬料給你點 首先這個是雲尼辣絲糕 然後這個是吉士醬 然後這個是Cream 用手拿著吃 好 好吃 燙燙 把麵粉一起撕開 撕開 撕開 你皮好嗎 對呀 好香 它的顏色好像很黃 很有蛋 我感覺到好像很蛋味濃 超級好吃的雞蛋仔 好 先試一下 對呀 對呀 嗯 真的一開始很滑 很開心 嗯 很滿足 但是加多一點甜 還可以 現在是甚麼醬都沒 已經很好吃 嗯 對呀 很好吃 裡面好像鬆軟的蛋糕 嗯 再加少許布丁的食材 是熱辣辣的 外面是脆 嗯 嗯 好 加一些你想吃的醬 好 可以加一些吉士醬 可不可以讓我試一口 好 我覺得加一點甜甜味更好吃 你還要試這個香椒 你飲一下這個香椒 哇 超級脆 有個焦糖脆麵在上面 對呀 對呀 我想你整個配套 焦糖脆麵 吃得我 我可以整個配套就放進口裡 對呀 脆麵 對呀 這個真的一定要吃 必吃必吃 太棒了 第二間要介紹的就是我的Top1推介 位於太子麗之角的黏膠雞 店舖不大只有十幾個位置 拍攝時間是平日下班時段 所以也要等大約15分鐘才進入 黏膠雞主要就是吃各款的雞湯米線 它有藥線、椰子雞等等 招牌就是花膠雞龍湯米線 也是我每次都必點的一款 上桌是連一個大鍋 連爐滾著吃的 大鍋連米線都只是六十八塊 這次就再加了十塊鑽雞腿 雞肉和花膠的量都不少 湯有兩大湯碗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是超級抵食 我覺得這個湯真的超濃超甜 有一點好像拉麵店的雞白湯的味道 又有雞味 又很濃稠 我試過喝完也不會覺得很厚渴 所以我覺得它真材實料 所以每次來都必定會點的 因為它是一直煮著滾著吃 如果冬天來就很爽 很熱烈烈的喝到一碗像家常 超濃的雞湯 就算現在因為要排隊 在外面那麼熱 夏天的天氣底下 其實街坊每個人都會點一鍋 所以看到這裡是幾受歡迎的 網上看它們是用三黃雞 雞味也很重 我覺得它的皮真的很好吃 可能在泰國太久沒吃過 有一點肥高香味的雞皮 肥得利不會是一泡油 又是爽蛋 所以我覺得這個雞很好吃 花膠也有四塊這麼大 很厚的 它就用鱈魚膠 我剛才咬了一口這個 很軟 炆得很棒 很棒 好像膠原的咬下去 這裏還有兩個招牌菜 一個叫金磚豆腐 另外就是椒鹽粟米 也是這裡的招牌菜 但我一次都沒有吃過 因為每次都很飽 這次為了拍片就叫它試一下 先試了豆腐 其實都是一些椒鹽粒在上面 這個麵面有點像麥樂雞一樣 很香 這個皮炒得很香 裡面是很軟滑的豆腐 我覺得這個不錯 另外就是椒鹽粟米 但我看到它 我本身幻想應該是一口可以拋進口 一排 因為泰國也有炸粟米 都是一口放進口 但它切開其實有個心都在 所以就不可以吃夠了 你要這樣自己咬 這個其實跟剛才的豆腐差不多 有點椒鹽味 但這個就少很多 剛才的豆腐是濃很多 這個少一點 吃下去會舒服一點 因為你吃得出熟米的甜味 很快就去到太子美食特輯 最後一間餐廳 因為我快閃香港之旅就快完結了 今天就預祝爸爸生日了 選了一間在太子吃任食火鍋放題 還有雞煲 刺身 很多食物 它就叫做蚊蚊豬魯火鍋 還要很便宜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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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任食放題真心高質 而且性價比超高 正價時段298 所有食物都任食 包括烤魚、雞煲、火鍋 都可以任叫 即是你吃完雞煲 可以轉煮骨鍋 又或者再吃雞煲都可以 牛肉選擇有豐門牛、牛肩甲、牛板健等等 全部都是任叫 首先就吃了番茄湯烤魚 用的魚是青江魚 魚質比較滑 沒有泥味 蕃茄湯很濃 真的一點都不客氣 吃完烤魚又吃雞煲 吃完雞煲又吃火鍋 打完火鍋又可以吃雞煲 無限 不過是120分鐘時段內的 很久沒吃雞煲 然後再吃雞煲 因為家人吃不到辣 叫了BB辣的雞煲 對於我來說是差一點刺激感 不過這麼久沒吃過這個味 都非常開心 牛肉會先來一個拼盤 試試哪一款就再點 風門牛和板健都很好吃 很軟 很有牛肉味 再吃完油脂豐富 又爽口的牛胸爽 就沒得輸了 其實就這麼點的牛肉 都夠回本的了 它真的冰煮 有沒有吃雞煮 有很多人可以贏 我最多吃的 炸魚皮又好脆 炸饅頭肉很好吃 響寧我必吃 想炸午餐肉 是不是瘋了 加 有陳皮魚蛋 響寧大到 在這裡吃了皮 是不是馬上炸的 是不是馬上炸的 熱啊 救命啊 我怕 我怕 電話又這麼大 它真的馬上炸的 你看腐皮 有一格還沒炸起 炸的聲音 神經病 我一起拿一盒 拿一盒 真的很香 很香 對 對 棉胎響寧 正 我覺得這裡很有誠意 是炸的午餐肉 很瘋 你又要放進去炸的聲音 就這樣吃 哈哈 其實真的 午餐肉已經很好吃 炸的 怎麼可以這麼瘋 美食家 就這樣吃了 就可以 吃了 吃了 我覺得太爽了 要開一杯啤酒 喝一喝 自己要開啤酒 喝一喝 本來是想著 不喝酒的 這個都是任喝 啤酒都可以喝一喝 好 剛剛吃完雞煲回來 因為剛才太忙了 都趕不及去做closing 剛才又要吃火鍋 又吃刺身 又吃蛋糕 吃120分鐘 是沒有停過 超級飽 最後還有雪糕 雪糕的質素也很好 這次就介紹了三間泰子美食餐廳 希望快點有更多的機會 就介紹一下其他香港的餐廳給大家 遲些在泰國再見啦 喜歡我的channel 就記得like和subscribe 還有加入我的IG 拜拜 下條片見